又是躺平的一天啊 但是躺平只适合我们中年人 年轻人千万不能躺平 年轻人躺平后果很严重 现在网上有一股不良风气 说年轻人要做全职儿女 不婚不育 甚至连社保都不想交了 你们知道那后果有多严重吗 那中年人的躺平啊 我觉得是一种智慧 是一种选择 但是中年人的躺平 是以他年轻时候的奋斗为前提的 比如说我今天的躺平 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奋斗过 我有了积累 而且躺平这个词 他的意思 不是说你躺在那里什么都不干 就直挺挺的躺在床上等死啊 不是这样子的 躺平它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就是当你感到身心疲惫了 你不想再卷入这种名利的追逐了 你看透了生活的本质 你有一定的条件情况下 你可以过一种自由自在 有选择的生活 不用每天那么早的起来 积极忙忙的赶去上班 不用被剥削 我自己喜欢的生活 你想做什么工作 你就去体验一下 你不想干就不干 总之一切是以身心舒适 以自由自在为前提的 这是我理解的躺平 我呢这么几年也是这么做的 自从我辞职之后 我就是这么做的 开心就好 但是前提是 你这是由自己奋斗来的 年轻人呢 还没有奋斗过 你就隔着开始唱高调了 我要躺平 我不能努力 我一努力 资本家就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不能去上班 我一上班就是被资本家剥削 我不想被资本家剥削 那你不想剥削资本家 你躺平的生活是哪里来的 你是在啃自己的父母 你是在剥削自己的父母 不是吗 现在很多所谓的全职儿女呢 他确实是呢 父母 甚至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给他创造了条件 独生子女嘛 很多人是独生子女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爸爸妈妈这六个长得养 有四个 甚至有六个人 都拿到退休金了 大家知道 目前来说 这些老人们的退休金 还是很可观的 年年长了 相当于是六个铁饭丸 养一个孩子 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吗 所以啊 现在一些长辈 对独生子女也是很溺爱 独生子女一说 要当全职儿女 对他们进行陪伴 他们也非常的慈悲为怀 半推半救就答应了 这样的 这个孩子呢 正好顺杆爬了 哎呀我并不是白吃你们的 我是在对你们进行陪伴 就心安理得的 让父母让长辈养着他们 但是 大家用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啊 你现在年轻的时候就躺平了 做全职儿女 这些长辈能养你一辈子吗 老的有一天他会离开你的 那到时候人到中年 甚至是人到晚年的时候 没有人能养你了 你怎么办呢 你年轻的时候就躺 难道说你到了中年 到了老年 你还能一下直冷起来吗 年轻的时候你都认为工作很辛苦 你都吃不了工作的苦 或者说年轻的时候 你都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养活 自己没有能力赚钱 难道到了中年 到了老年 你一下子就直冷起来了 你一下子就基因突变 你就变得很有能力了 你就既能吃工作的苦 又浑身充分了技能 能养活自己吗 那是不可能的 年轻的时候就躺着 就很可能把一个人躺废了 就养成一种 好意勿劳的这种惰性 这种惰性一旦养成了 到了中年的时候再直冷 那是非常困难的 像我这种年轻的时候奋斗过的 我现在到了中年 我都觉得我浑身都是惰性啊 大家也看到我之前的视频了 是不是 我想去做这个 想去做那个 我一看时间不自由 或者我觉得很累 我就觉得这个经历上受不了 因为我自由惯了 然后你就觉得 早上也起不来 然后如果要工作八个小时 我就觉得 那是难以想象的漫长 就是到了中年 你再想直冷起来 由于这种经历的原因 由于这种社会环境的原因 你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还有就是你不婚不育 不交社保 年轻的时候 你不婚不育 很多到了中年 到了老年 凡然醒悟了 说想谈恋爱 想生孩子 你都违反自然规律了 季节已经过了 就像大自然 是不是 春天是开花的时候 冬天它都下雪了 你搁这来一个 我冬天想开花 我冬天想热烈绽放 想与众不同 那可能吗 对不对 大自然的规律 它不答应啊 天道它不答应啊 人也是自然界的一个生物 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你也得遵循自然规律啊 是不是 所以说 你如果年轻的时候这样躺 老了是既孤单 又穷困潦倒 孤单就是你不婚不育嘛 你没有亲人嘛 如果你的长辈离开了你 你就很孤单 你想象一下 人做一个社会动物 情感动物 非常孤单 而且到了中年的时候 你也没有那么多 华丽胡哨的兴趣了 你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我今天去泡个疤呀 明天去逛个街 你就没有 你就被那无穷无尽的孤独包围着 你是想活活不好 想死死不了 年轻人很有意思 他觉得这个 30岁 甚至40岁以上人 就老得不得了 就觉得 自己要是到了3040岁 肯定不会老 要不然就是说 说了自行了断 那可能吗 你看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我们会想自行了断吗 我们还是活得很积极乐观的嘛 活得很积极向上的 越活越殆尽 还想向天再见500年呢 再一个 不交社保 你为什么不交社保 就是你眼下 舍不得这点小钱嘛 或者说 你眼下交社保就很吃力 那你眼下都舍不得这个钱 眼下交社保都很吃力 难不成到了中年 你就突然发达了 你就有钱交了 到了中年以后 每一个人挣钱都会越来越难 这是指普遍现象啊 你不要说 哎呀某个富豪 他挣钱 不难 那富豪他 有没有社保 对他来说都无所谓 再说了 很多非常有钱的人 他反而不会说他不交社保 你见过身边哪个有钱的人 没有社保啊 他对自己的保障是多多益善 社保划不划算 都不在他考虑范围内 他就觉得买一个 保障越多越好 反而我们普通人呢 没有什么保障 还连个社保也不肯交 那最后老了 如果你连社保也没有 你也没攒下什么钱 我刚才都说了 你年轻的时候都攒不下钱 你别想老了 突然就攒下钱了 那又没有人再让你啃老了 你打算怎么过呢 是不是 很多人就说了 我去当无保护 我去领地保 你大言不惭的 你害不害臊啊 你当无保护 你领地保 不就是让全国人养着你吗 让国家养着你吗 你不做贡献啊 年轻的时候啃老 老了还让国家 让社会养着你 你好意思吗 有意思吗 我们国家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 你说你过得不好 那没人管你 因为你不奋斗嘛 不努力嘛 你过得不好是你自己事 但是你说你已经要饿死了 那我们的扶贫干部 那绝对是 汹涌而来啊 绝对不能让你饿死的 街道办呢 志愿者呀 还有社会上的好些人士啊 一定会 不让你饿死的 一定会给你饭吃的 所以就有了一些 最低的这些保障 大家想一下 你不婚不育 不交社保 如果你的月收入 还没超过5000 你连税都没交过 你跟这个社会 没做任何的贡献 你对家庭也没做什么贡献 在家庭里你是啃老 到了社会上 你是啃国家 人的一生就这么过去了 没意思 所以说 我们有时候 发一个这种躺平的 我们是人到中年了 不躺也没有办法了 是不是 我们是只能不动了 年轻人千万不要 就是被误导了 说我们在宣传了负能量啊 今天我特意说明一下 年轻人 在该奋斗时候 不要选择躺平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评论 关注 收藏转发 谢谢